天南地北谈华语 我在脸书看到一个朋友的帖子 照片是一只可爱的老虎抱着金元宝和红包 下面写着猛虎送福 那个装饰我也看过 猛虎可不是凶猛的老虎 而是可爱的猛虎 卖猛的猛 猛是至难而惹人喜爱的 他还写了这么句话 这年头人不要猛虎了 于是为了市场考量 老虎也要开始卖猛了 换来平阳的狗笑呵呵 老虎那么凶又残暴 用凶猛的老虎做装饰不讨喜 不过平阳的狗 为什么提到狗 平阳又是谁 平阳不是人是个地方 简单来说故事是这样的 长安被围攻 城内城外的联系断绝了 于是长安发生了严重的饥谎 迫于无奈 西晋末代皇帝司马叶投降 跟着他被送往平阳 投降的帝王 应该过得不太好吧 何止不好 简直受尽侮辱 后来的王刘聪外出打猎时 还命令司马叶穿军服持兵器 在前面开路 百姓聚在路旁观看 有些还是司马叶以前的百姓 他们看到这等光景不禁流泪 那真是羞辱 我看电影 猎人出去狩猎 一般带的都是狗 让狗跑在前面寻找猎物 现在竟换成是一个投降的王 做这件事 诶 我想起来了 有句成语 虎落平阳 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的缩略 正是 即使是老虎 如果落到不利于自己的环境中 就要被欺负 虎落平阳被犬欺 老虎离开深山落到平地 众会被狗欺负侮辱 比喻强者一旦失去优势 身处不利的环境 也会无所作为受制于弱者 现在知道我朋友指的是什么了吧 这年头人不要猛虎 就连老虎也要卖猛 换来平阳的狗笑呵呵 只要到了不利于自己的环境 即使是虎也变成犬了 哎呀 你朋友也真是的 那个装饰画的哪是狗 依旧是只老虎 只不过老虎已经不凶猛了 你想啊 前年去年的浩劫 也该告一段落了吧 把生猛的虎换成宋金元宝的可爱猛虎 图个吉利平安 虎落平阳被犬欺 也说虎落平阳 比喻强者一旦失去优势 身处不利的环境 也会无所作为受制于弱者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